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少闲月 五月人备忙 夜来南风起 小麦复冷黄 复姑贺丹时 同志斜胡江 香随响田去 丁状在南钢 农家很少有空闲的月份 五月到来 人们就更加繁忙了 夜里刮起了南风 覆盖田笼的小麦已经成熟发黄 妇女们担着竹篮盛的饭 儿童手里提着壶装着水 相互跟随着到田间送饭 收割小麦的男子都在南钢 关义迈创作于唐县宗元和二年 白居易36岁 被调到周治县当县位 县位的工作是负责抓小偷 维护治安 还有就是向农民征收科捐杂税 正因为白居易负责这个工作 所以他对农民在这方面所受的灾难 也知道得最清楚 看到农民劳动艰苦生活贫困 有所感悟写下了这首《观义迈》 我们今天只是选择了其中的一部分 整首诗指责了繁重的说服 对农民的压迫 而白居易自己呢 无功无德又不劳动 却能丰衣足食 所以他感到深深的愧疚 田家少闲月 五月人备忙 夜来南风起 小麦富隆黄 富姑贺丹时 同志携湖江 相随享田去 丁壮在南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